大家好,我是小林,锁定小林财经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历史上的今天,那可是个神奇的日子 1951年2月4日 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没收资本家党财产的指示 就当时的政治正确来讲 资本家没收资本家、没收黑心资本家 剥削老百姓的资本家那种是对的 但是还是要带个等 因为有些人不好分内为资本家 或者说他不黑心怎么办呢 人民群众还评价比较高怎么办呢 一样要没收 所以带个党好操作 你可见这个耍流氓 选择性执法那不是一天两天呢 那都是渊源流藏的 所以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还是聊我们这个频道的核心主题 不跑路行吗 系列不跑路行吗 今天从来开始聊起来就从两个 也不知道是粉红网友还是啥网友 从这两个网友的留言开始讲起 一个网友你看他怎么留言的 他说房价跌的好 因为我不是刚讲了两期房地产的话题吗 他说跌的好 跌的都买几套 我一看我就好心回复他 我就说回复了四个字 我说房地产税 我就回复四个字 然后他就又给我回复 我不知好歹 他说哎 都不差了点钱 不差了点钱 对 所以我这哎呀 我这觉得特别经典啊 拿出来给大家也是科普一下这个投资啊 我们做投资啊 目的一定要清晰啊 不会这个网友是个反变教材 不要像他这样思维特别混乱啊 是吧 这个这个世界啊 我说是coast啊 这个世界是混沌的 哎 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晰啊 要深水清啊 是吧 你这个喂 我们投资干嘛先 你先首先搞清楚 我们投资干嘛的 是不是 买房来干嘛先 啊 那赚钱啊 开玩笑 赚钱要 要养家啊 如果你已经OK了 可以养家了 提升一些生活品质嘛 对不对 所以说多买几套房 你买来干嘛 你买来干屌啊 是不是 大前提就不成立 如果买房不能赚钱 你买房来干嘛 是吧 所以这 这很奇怪是吧 你发现这些人想问题 有点就是 他好像想证明什么 哎呦 这个房价跌了也有好处还是 不知道想证明什么 啊 但我们就买房不赚钱了 不赚钱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投嘛 能投的东西很多嘛 啊 所以就是 有些人就是你看 我觉得典型的 很多人做投资啊 都犯这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斗气 我不知道这普通话 有没有这个词啊 广东人家说 倒黑 投资一定不要斗气 不要就就搞这个东西 好像要证明什么 或者说啊 要要要要要搞出来 要要要干嘛 是吧 你看像有的人就是 十里三路不换间 就是说 投赤 顿为君包啊 就是就说 哎呦 我一定要干嘛 干嘛 要要证明什么 这个伟大的理论 是吧 我虽然 我这玩意一定要 砸多少钱 我要继续搞啊 啊 遇到阻力吗 我们四个自信继续搞 所以 你就行不通嘛 啊 所以你像这 这种人做投资就不行嘛 投的这份项目就全部亏了嘛 啊 是吧 这第一种就是 哎呦 一开始 你不知道抱着什么目的嘛 是吧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赚钱 是吧 就是投资就要赚钱 我就说 我们多买几套 都买几套了 干嘛呢 买来干嘛呢 要不是没得注意 以后中国人口就剩下五个亿了 再过个二三十年买来干嘛 是不是啊 所以混乱 逻辑混乱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网友 他说 哎 现在呢 这个深圳啊 成交是很低 因为他没办法 官方数据嘛 我们也不是数据 我们照啊 是官方公布 公布啊 但是呢 价格没有怎么跌 这种也是扳门洞虎啊 像我们这个频道啊 真的是房地产 真的是专门的 那不是开玩笑 像这种 那就是 像这种理论呢 我之前拍过一个专门很久很久之前的 我拍过一个视频 我专门科普 当时普及什么呢 科普这个房地产 所以怎么理解它 但是我就是这个价格理论 我就说的很清楚啊 就是什么是价格 价格是有很多种价格 很多层次的价格 也不用说 又我都价格没跌 凡是说这句话的啊 他就基本上都不会做投资 或者说是他没有买过房 他可能没有买过房 没有多少投资纪念才说出这句话 因为什么呢 房地产市场不能以你说价格涨没涨 你一扩而论整整个房地产市场 这是不行的 或者是一扩而论整个深圳房地产也不行 因为你的价格不是说 你打开个APP啊 打开个东西 你上面哦哦 你的贝壳APP上面写多少多少 没有这么回事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 它是个没有那么透明的市场 不像股市 股市基本上流动性是比较充足的 像中国股市 你按按钮 这基本上这个价格能卖出去 虽然它时时有波动 基本上插不担 在房子这个东西 那就是它是非常个案的 它是 所以投资真的是要有经验 不是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东西 房子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case by case的 它是非常个案的 一个房子它的户型 同一个小区它都天差地别 不同的楼层 不同的朝向 你那个户的装修 那都是可以有波动的吧 甚至是里面放的什么家具 装修好不好 这个装修有没有发挥 这个刚好这个朝向 有没有搭配 甚至有没有名人 在这个小区住过 或者说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就是我们谈楼是你应该谈那个什么 你变现的没有 你有没有把这个房子真正卖出去的时候 你到底把房子卖出去 然后到手了 那才是你的财富 那才是钱 其余的都不是钱 明天政府出来一个政策 我多收5%的税 收一个利得税 那这个钱就不是你的嘛 对不对 什么时候你变现了 这个才是钱 这个才是钱 明天政府一个政策可以改变你的价值 对不对 它是随时拨斗 你说没怎么跌 你怎么证明没怎么跌 你到你口袋就没怎么跌 你一天不到你口袋都没有怎么跌 你怎么知道的 你就看了APP你就算知道呢 你什么时候把你有这套房子 你这套房子能不能卖 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产权是不是只有你一个 还是你要跟别人商量 那就不是你的 说句说白了 是吧 所以就很多东西 那这个房子里面道道非常深 水非常深 不是一两句话搞得清楚的 有很多房子很旧 但是那个价值比你那些什么新楼盘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像那个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 那校园里面的一些 有的一些房改房 那之前都不得了 围墙外跟围墙内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 我就开玩笑 就在校园里面 全国的名校 里面多多少少 有以前一些教师的一些房改房 那些很值钱 但是很旧的 你别看他很旧 旧是好 因为大学氛围 名校氛围 或者是有一些公务员小区 像北京 或者是特别一些老的大城市 有点历史的大城市 他的公务员小区 像广州都很旧 都很旧 但是就是他那个社区氛围 人家除氏害 叫做灭蚊子 或者说各方面的除虫 那都不一样 你别看他就真不一样 那整个调调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很多软性的东西 你看一看 不要涨没涨 到底卖了再说 到底卖了再说 能不能卖得出去再说 所以这价格东西 不要一概而论 这就是传授一点经验 传授一点经验 也不是说要贬低某些网友 不是贬低 纯粹就抛砖影乐 提出一点看法 今天我们回到 因为首先要思维清晰 思维清晰之后 我们回到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聊什么 不跑路行 今天就是凑巧 就跟之前一个 不是捉了杭州书记 周江勇 捉这个周江勇 后来是怎么评价这个事情 我一看 我觉得这真不对 你看他上面怎么说 中国的浙江日报报道 浙江省委常委会上周五召开会议 传达中央纪委官居给予周江勇 开除党籍公制处分的决定 并提出该案进行研究 以防范资本势力走上政治舞台 我一看这句话 我觉得特别别扭 你为什么要防范资本势力走上政治舞台呢 你看他上面 中共中央对周江勇双开处理决定 定性准确 十分及时 强调要提高政治判断力 在随执政这个根本问题上 要保持头脑清晰 你为什么要防范资本势力 走上政治舞台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 资本势力 它是应该走向政治舞台的吗 它是应该走向政治舞台 就是不然这个国家肯定会犯错 那它肯定不值得投资 为什么呢 你看第一种情况 你看最近搞了两个人 第一个刘强东 突发 刘强东捐出145亿的京东股票 把他全捐了 捐搞这个 搞那个 刘强东曾经 当时的氛围还挺开放 前几年 现在这位还没上台之前 他还说 我这个他爷爷非常富有 公私合营之后财产没了 当时他还说这种 现在你看他也 他也没了 他也没了 所以 如果你看这个资本势力 如果他不能有一点点政治权力的话 他无法保证他这个 这个 私有财产不受到保护 是吧 你这玩意你一开始你就没有任何权 你没权的 你没不能发出任何的表达 或者说你就随时被 就想要你就要你的 想没收你 没收你 所以你不值得投资吧 是不是不值得投资 你赚了 赚了也没用啊 赚了就不是你的 刘强东赚的够多啊 是不是啊 马马云赚的够多啊 马化腾赚的够多啊 曾经这个什么王健林啊 许家印啊 还有再前一点 黄光月中国首富 你看哪个是走马灯一样的 这个私有财产没有办法保护 这是一个啊 就是你登上这个政治舞台啊 就除了你看像像这种没收财产的以外 市场这个资本势力啊 登上政治舞台不代表的 又把你中共踢踢走或者说什么样 他有这个诉求 或者说他他有很多市场的东西需要这个人民政府去配套啊 我这种经营我需要有怎样的政策配套 有没有这政策可以给他配套啊 所以我这个其实中国本来啊 他那个制度设计 他有个叫人民政协的东西嘛 对吧 还有个叫人民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嘛 有八大民主党派嘛 还有五党派人士嘛 想当年想当年 政协里面很多就是这个企业家 还有一些是社会名流 或者说是艺术家啊 或者说是明星啊 是吧 以前什么周星驰啊 香港明星回来当政协啊 以前呢 什么姚明啊 那些都是啊 那你看呢 就其实当时还是正确的啊 这这种就是你要吸收社会方方面面啊 啊啊 这些就是在社会相对有点地位闯出点名堂的啊 他们呢 有一定的就是社会的反应能力 或者说他他他就比如他就把持这么大个企业啊 像马云他要反馈一点意见啊 使得这个政府呢 他的政策呢 能够回应这个市场 是不是啊 所以资本走向政治舞台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错 我觉得没有什么错 不是说他一走向政治舞台 他就非得夺权啊 这是吧 所以这这句话其实就 哎呀 我觉得特别别扭 防范资本势力登上政治舞台 也就是这资本 不能反馈任何问题 喂那我觉得就麻烦了啊 所以可见为什么有的这个政权啊 他老犯错误呢 因为他没有让这个资本势力啊 或者他说资本势力的 这个是一个政治扣帽子的 他没有收接收这个社会的一个反馈啊 你可以怎么理解 这个你说自他说资本势力 其实这社会的一点反馈的声音啊 他有这有这个需求啊 所以你看到像像美国啊 很多这种国家啊 他他就是甚至是少数族裔 这也是要重视 也要重视不同群体的声音啊 然后就融合到你这个政府的一个管制里面 然后你的政策就不至于犯错误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资本的事就就像啊 这个这里这两天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余敏红 新东方 那好好的一个行业 对 都国家一个政策 哦 你看新东方 K9业务全面停止 裁员7万人啊 你说这这一下子这样打下去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形态啊 那像这种他就有一点的代表现 他有一定的就走向政治舞台 那他可以提出一定的意见 哦 这样不行吗 影响税收哦 那理想怎么样先 哦 理想 理想就是提高声誉 OK啊 那你就多收点税嘛 然后把这个税收收上来 我们的行业还继续啊 再补贴回去啊 我们就就多多交点税啊 要保持社会稳定 有个政治协商会议嘛 以前叫做是吧 但现在这个玩意就没了嘛 啊 这玩意就没了 所以就注定呢 就是你这个权力目的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人民政府是不是服务 服务人民啊 或者说什么叫人民啊 你的玩意你们都不是人民 这服务是人民服务市场啊 服务行政府 这这玩意现在就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嘛 是不是啊 那就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理论啊 就是不跑若醒了 现在就这个趋势啊 当然我我觉得我现在 如果同情这个周江勇啊 我这个话题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 他打周江勇 这个我们做为一个频道 我们不是说什么政治势力啊 但是呢 你这个防范资本市场走向政治舞台 这个不太对 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理论啊 先说到这个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的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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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